講到最近的香港盛事 莫過於國際賣眼麥班主之一的碧銜 以及球王美斯拉大隊訪港 與香港隊進行友誼賽 球迷都很期待可以一賭球王的英姿 不過管理不到 美斯竟然沒有落到場 全程坐在後備直看球 球迷當初有多期待 這一刻就有多失落 連碧銜都沒有面相比 全場開爆兼大叫回水 還有人向美斯扔球衣 事件越鬧越大 連愛國媒體都有報道 政府亦發聲明指 對主辦單位的安排感到極度失望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其後亦有交代事件 在開場前 主辦方Tedler 仍然確認美斯會在下半場出場 下半場開始後 我們發現美斯仍然未出場 所以已經立刻向主辦方Tedler跟進 提出要求他們要立刻聯絡 國際馬雅密 馬雅密 CF球隊 盡快安排美斯落場 但隨後主辦方Tedler 通知我們 美斯因傷未能出場 隨後 我們再次向主辦方採取一系列的補救行動 包括美斯可不可以向球迷親自作出一些交代 或者代表球隊去接受獎盃等等 最後這些都不能成事 球場上的星光暗淡 觀眾直上反而星光熠熠 今天來捧場的有梁潮偉 劉嘉玲夫婦 他們拖著首道場 還跟碧咸交流以及合照 何思培 馬國明 湯樂文 高海寧 宋禧年 陳智新 陳嘉樂 蓮詩雅 唐詩詠 岑嘉琪 蔡一傑 陳婷欣 鍾培生 陳安立 林希玲 超風等 都有來看球 而這日的大贏家莫過於四位表演嘉賓 詹姆·鄧紫琦 姜濤 Anson Lo 以及湯令生 阿詹把握機會和碧咸Selfie拿簽名 而姜濤 Anson Lo Gareth T 更可以和一眾球迷只能軟觀的美斯合照 只能說一句 這寫機會不是屬於我的 而花真金白銀入場看球的各位 對於見不到美斯落場都相當失望 現在很失望 我見估不是來看日張表演的 下半場中段就開始有人喊 退錢 退錢 退錢一個是廣播語 廣東話的東西都有回水回水 現在是不論是很香的 這是一個真實的民意反應 不是鼓勵他們 我建議我們特首挑戰逼行 打一場拳賽 為香港人取回公道 而曾經被指是美斯失散兄弟的張家輝 被問到有沒有去看球 他竟然反問回大家 不是啊 我又見到誰 碧咸又來 對 那關他什麼事 我是班主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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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來嗎 沒有啊 你扮過我 老闆 又是我 其實我不是球迷,有些大賽世界杯三強五強那些我才會去看別人 當然他們的球技很精彩,但我自己不是很迷足足球的人